与伯仁 歌思去让我颜面解释 我要杀了你 严实强者权力爆发了 五父 我许家将全部希望都压在了你身上 你可不能有事啊 关 这小子真的只是童玄境啊 佛家弟子隐秘现世多年 难不成他是佛门俗家弟子 你不是用剑的吗 杀基因用牛刀 先前使用 只不过是开刃而已 疯啊 看我怎么撕碎你 许死吧 师兄全力爆发之下 足够和元神镜巅峰强者对抗 小心 无副对手可是元神镜强者 你怎么一点都不担心 你自然还我口气 元神镜也不堪一击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我说过的 修为从来都不能衡量实力 封身流转的剑气 还有无上的武技 哪怕是元神巅峰的强者 他都能一战 爸 你早就看出来了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防止中阳派大长老 贸然出手 他是此次高校擂台赛的裁判长 若真出手 我恐怕也不是对手 别说了 师父 只是切磋 切勿伤人 既然如此 那就赶紧宣布胜利吧 赢了 师兄 此乃李九小前辈赠送的玄体神兵 趁现在杀了无父 这就是前辈说的切磋 那就送前辈一个见面礼吧 雄辉快跑 迟了 来请贤辈 礼物守候 凶鬼 至少 雷台上 你也敢出手杀人 若不是他想杀我 他也不会死 他死了 你没死 我可没跟你解释 杀了就是杀了 杀人偿命 上 保护无父 无父 我没记错 他好像是新人吧 还是跑吧 都死人了 安老先生的对手 是我 为了个毛头小子 你许家难道要清净所有 这个还不用老大哥操心 看招 你才突破不久 不会是我的对手 无父 我爷爷帮你拖着寒暴 你赶紧下去 死到临头居然藏在女人背后 无父 算什么男人 无父 何天刚是随心刺激你的 千万不要上当 你们最好一起上 希望之道会变成这样 我杀了他 别 不好 何天刚有被而来 那边似乎已经结束了 我们这边也该结束了 不可能 你在通玄境啊 没什么不可能 好戏 才刚开始 你敢 你敢再动一下试试 对 师父 快帮徒儿除了他 师父 无父 打命来 放开他 师父有令 放了无父 有这还想围住我 母父小儿 大命来 小心 母父 总是全力一击 母父这下完了 四大狂 这才是半鬼宗师的实力 混蛋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吓死我了 连寒破的全力一击都赌过了 老朽可没看走眼 别高兴得太早 这变成宗师 别要留点东西在这 那得看你有没有这本事 星辰渐旋 乱星辰 汪汪的小崽子 能与半步宗师打成平手 妈呀 这简直是个怪物 这是什么剑法 竟如此强悍 区区半步宗师 也敢在我眼皮子底下伤人 是大宗师 看来今天没办法打倒乌符了 乌符 我中阳派定与你不共戴天 下次见面定取你狗命 自大宽 没事吧 死不了 他那点秀为还不够 没想到小兄弟不光精通炼丹 对剑道意图更是有着独特的见解 这 爸 怎么了 这是大宗师 这回礼丹 是我前几日遵循你的教导炼制出来的 对透支体力有其用 谢谢 我云海竟出现了大宗师 而且跟吴福关系如此亲密 老朽在担导意图停止多年 前几日你一句提醒 倒破我心中多年疑惑 要是您不介意 不如受我为徒 怎么了 没事 有点累 您是我师父才对 若是为难小兄弟 不如您考虑考虑 一开始咱们平北论教 罢了罢了 崭新的天途再走一遍 自然要不一样的 传令下去 吴福 云海 许家 还有那隐秘修士都得死 长老们找我有何事 擂台损毁 此次云海大学表现优异 要是没有挑战者 我将这将是 让一个新人抢了所有的风头 你们还真够丢脸 最强神王 每周六周日更新一集 看我仗剑都市 成敬最强神王 神王 阿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